蔡詞・浩珀 作曲 盡horn Every time I meet you I love you my love 多麼幸运你在 每一秒需要你的時候 Oh want you I love you 快给我手带着我梦游带着我梦想环游 越黑暗越歌唱越频繁越发光 越是痛得哭了越是笑着成长 越挥不动翅膀越是想要飞翔 越是逆着风浪越是想着光 笑容里有沧桑眉目里有风霜 不去旁人眼光成就非凡梦想 抬成珍珠全场母后望着光芒 照亮我的底下站在你身旁 她在家当主妇 真的假的 小谷让我保密来着 淳于乔当主妇 疯了吧 你们能想想那画面吗 小谷这丫头行啊 老大跟她才在一起几天呢 丧失自我了是吗 我我我我叔叔 不太该说这个 那不好意思啊 简单点说吧 叫你们两个前途无量的 大主管来 就是想看看你们 愿不愿意铤而走险的 再支持她一把 毕不容辞 你当然愿意啊 只不过 我们现在这个样子 也是不知道能做些什么 有你们这句话就行 咱们一起配合 一定能把这个局面 给翻转过来 嗯 聊总半天 终于聊出点正经内容 我就知道你们二位 肯定有什么计划 来 透露通路吧 其实这个计划 是会美的 三 二 一 三 好久不见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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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久 不见了 好久不见了 一 二 三 二 三 三 二 一 一 三 三 二 一 一 一 三 咱们集大明星来啦 小谷 不是说好了吗 不让带家属的 淳于师兄 终于见到真人了 吴小谷 你可以啊你 那是 小谷 接你男朋友五分钟 别小气 五分钟 五分钟 就五分钟 来来来来 走吧 走吧 师兄 走吧 什么情况 他不是我家属 我是他家属 我知道咱们鸡蛋身狗多了 不想看别人秀恩爱 但是他们鸡 都已经脱家带口了 明确要求要带家属 我也没有办法 淳于师兄 是他们这一届 事业最成功的 其他男生比不过 所以就只能比老婆喽 对 我今天的第一项任务 就是让他拿去被人比 要比一定会赢的 谁让你是我们 二零一六级的星星呢 他现在是你领导 你还是多给他 说几句好话吧 两位大美女啊 还较劲呢 我现在在这儿很尴尬呀 你们两个都特别优秀 真的 特别优秀 优秀师兄 你没来公司 我们大家都特别想念你 是吗 是 这次云海啊 作为校庆的分会场 特别热闹 你这样晚上别走啊 这个办公楼我特别熟 后面有一厨房 回头给你们做菜吃 真的啊 你会烧菜啊 开玩笑 我现在是个高手 那颠勺的时候 这勺直接里边带着菜 都能转三百六十度 还真是个主夫了 布小谷 我这一次是真的对你心服口服 我该去完成我今天的第三项任务了 主场发布会 这是今天最重要的 各位业界的同仁 大家好 今天是我国媒体专业高登学府 传媒学院四十周年校庆 我虽然不是校友 但是我们云海集团是传媒学院 毕业生就业的重镇 我们云集了学院人才的半壁江山 所以我们有幸 在今天这个特殊的日子里 携伴校庆 感谢学院和老师们对我们的支持 今天是个吉日 我们云海 借校庆这一精英云集的时机 在这里同时召开一场 业内交流发布会 我们将向大家介绍 最新锐的重点文化旅游项目 惠美传联厅大型演唱会 这个项目是我们云海 与恒天集团 东海集团 春波娱乐传媒 强强联手 共同开发的 下面请有请演唱会的版权方 春波娱乐传媒的杰瑞先生 为大家做一下简介 惠美纯联厅是春波娱乐 新惠美工作室独立策划的 四季常驻演唱会 是基于我们此前取得了 巨大成功的纯音乐计划 所推出的新人和热歌 举行的常年巡回表演 让歌手粉丝 近距离接触自己的偶像 大家都知道 惠美小姐作为国内顶级歌星 却在之前的公益活动中 不幸受伤而失去了正常的听力 但她自相不息 走出阴霾 在过去的半年中 探索出了独特的 吴佩乐纯清唱流派 半年中 她发布的纯音声单曲 感动了无数的歌迷 粉丝们称她的音乐为 纯灵厅音乐 那么在纯灵厅演唱会开幕之上 惠美小姐会谐工作室 众多艺人登台现唱 为十万观众带来 前无仅有的 建唱纯敬音厅唱 那么我相信 这必将成为流行音乐史上 最值得见证和收藏的时刻 谢谢 惠美纯灵厅的开幕演唱会 将在新文化产业园区演出 这将大力地推动 本地区的文化产业 旅游业 和房地产的发展 公开的消息将在下周公布 今天我们这是 无媒体参与的发布会 我们希望先与业界的 同仁们交流 以便找到更多的合作伙伴 惠美纯灵厅 除了以演唱会的形式演出 还将作为新锐音乐节目 登陆我们云海的 王牌网络频道 下面就有请我们的 新媒体部总监 学院的优秀的校友 布小谷为大家做一下简介 各位前辈 各位同仁 各位前辈 各位同仁 我叫布小谷 传媒学院曾经的三无毕业生 云海集团曾经的热血新晋员工 各位前辈 各位同仁 各位前辈 各位同仁 我叫布小谷 传媒学院曾经的三无毕业生 云海集团曾经的热血新晋员工 就是我 今天能来到这里办这个发布会 我真的是百感交集 真的很感谢卓董事长的精心安排 感谢台下各位的大力支持 更要感谢 今天这个令人感动的现场 台下坐着 曾经相爱相杀的同仁们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对我而言 没有比今天这个场合 更适合跟大家说再见了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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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好地说这个 好好地说这个去 今天 我要在这里宣布 我辞职 退出云海新媒体部 云海新媒体部 是我和我的团队一手打造的 没有人比我更爱它 云海新媒体部 之所以得到今天的逆袭 离不开一个人的付出 这个人 他是我的学长 领导 顾问 导师 我的业界良心 我的职业榜样 他是我爱的人 也是最爱我的人 我相信台下很多人都已经知道了 我说的这个人 他是谁 我是一个普通简单的人 我不懂在今天的职场 像这样的一个人 为什么不能尽情地施展他的才华 为什么得不到他应该得到的舞台 如果他只能藏在最深的幕后 那么我将和他一起隐退 因为我毕业之前 就已经给自己定好了 自己的职业生涯 谢谢大家 好了 你走了 你走了 怎么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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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晓风啊 你忘得干呢 我头晕 是吗 来来来 轻点 轻点 来 我问你 你这是要遭反应 要上天 站好了 你怎么能拿自己的工作 开玩笑呢 我正跟你学了吗 没事 不是 他们要是不让你付出 我就撂跳子 到时候惠美真聆听 这个节目就没人做 没人做 我看他这个产生 怎么开幕 就在那儿找别人做了 至少我没有为他们效力 我跟你说 一百遍了 我的事不用你管 你事不会让我管 让谁管啊 你所有的事 都会我管现在 你就这么管的 这样最能表明我的态度 你不懂 你表什么态啊 我跟你不一样 我工作那么多天了 我不怕 我工作前两年 我什么也不怕 你给我闭嘴 我不闭嘴 你被人欺负就是不行 我管不了你了是吧 对 不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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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给我闭嘴 不行 不闭嘴 不闭嘴 别闭嘴 别闭嘴 我是乔 mitt 我也准备谁长假 我这腿也好了 准备接着去登山 从之前摔倒的地方 继续往前走 逼宫啊 转通好了 不是 是布小谷 联络的你们吗 还真不是 小谷那个太狠了 我们没他厉害 放调书 周董 真是不好意思 你说邪般孝敬 出了这样的岔子 真是有亏于你和孝芳 周董事长不必介怀 我倒是觉得 挺生动的 年轻人有热血 有个性 敢追求就敢撕裂 这样的市场 这样的职场 总体其实应该是欣喜 那是什么意思啊 您是说这正是 贵校高台生的优秀之初 周老师夸奖了 我是来协班孝庆的 如果您允许 我可以提几个建议 那好 那好 请 请讲 这约海总部 是您的底牌 今天呢 是闭门交流 目前还没有扩散到媒体 咱们不如关上大门 请一桌好的饭菜 大家吃完以后呢 心平气和的 无论是企业家 高管人才 恩怨情仇 前男友 前女友 还有周董寅 咱们都坐下来 屏竹夜谭 把一切心结 都给他解开了 一锅会了 多编会谈 理性解决 然后你也来给咖啡 各位高人 你们还想要点什么呀 集团层面也没有亏待你们吧 头总我们都不是什么高人 但自认为是专业人士 请问集团层面 尊重我们的专业性吗 你们各自是东海和恒天的人 属于不同阵营 现在竟然和对方集团的人 联合起来 将自己老板的决定 你们这种行为在这场上 算是什么兴致 那王总 那像您这种 恒天集团股东利益的代表 却在文语板块 这么专业的领域上 纵容许总 私人斗气 胡乱 投资 砸钱 那像您这种行为 又是什么性质呢 你 我们的行为很好理解 东海和恒天 在文化产业上雄心壮志 但是集团内部 很多人的思路还很守旧 难免拿轻资产的文化产业 当开发房地产的附属 拿地皮的工具 在盲目竞争之下 你们一再犯着无视市场规律 忽视专业轻视人才的错误 我们都是拿期权的高管 既然老板们犯了错误 我们有权利和责任 要求你们改正 如果说 我们各公司的核心高管 集体推出惠美真灵听计划 那么原本得分很高的 原区开发计划 就会反而变成次品 东海和恒天 甚至连竞雕项目 都会输掉 这个 各位心里都清楚吧 信子 说说你们的要求吧 好 小白总 你是卧盾商学院的高材生 你最了解 商业管理的真谛 我们的要求就是 集团停止恶性竞争 退出对专业业务的干预 我其实很喜欢念大学 因为能学到很多东西 但是我到了各大念完第一年 你跑来美国对我说 我的成绩单还不错 让你很惊喜 你还说让我用功念书 起码拿两个文凭 才有可能 当你合格的继承人 你说完之后 我就一点都不想念了 我就知道是这样 你最恨的就是我 成绩思汗的第一个儿子 是他妻子被敌人夺走后生下的 他并不确定 那是不是他亲生的骨肉 这不能怪他 他给这个孩子 取了个名字叫树翅 意思是客人 但他对这个孩子还是很好的 后来打了天下 第一个被封王的 就是说迟 你不是成绩思汗 我也不是你的客人 雪昌烟 你行刑 做父亲这种事是有规则的 你不能对自己的儿子 做那种事情 你没有那个权利 我再问你一遍 天泽到底谁的 我也不知道啊 你说什么 我同意做亲子鉴定 我也正想弄清楚 如果天泽不是你的 许昌烟 你正好就不要占这个便宜了 你再说一遍 什么人哪 你们确定要做的话 签好文件 孩子和大人各取一根头发就行了 头发 听着不牢靠 容易掉包 还是抽血吧 医生不是说了我 要鉴定 就抽血 你妈妈她个性太绝了 到现在还那样 是 她绝 她只顾自己的感受 不会管孩子 可怀疑我凌辱我的是你 确定 你知道吗 在这个世界上对于我来说 最不重要最不值得一提的 就是我究竟是不是由你的基因 你就是我的基因 我的血脖 最不值一提的 有我这个爸 就这么不值得骄傲吗 那你呢 我的春波娱乐 拿出真聆听这种项目 你们两大集团 都要靠我的项目拓展生意 你为我骄傲吗 我一直以你为骄傲 行了 那你现在对我有什么要求 说吧 我都支持你 我可以去恒天 给你的文娱板块做总裁 我要凯文当我的副手 条件呢 别再插手文娱板块的业务 也别再跟淳于乔过不去 说回你放出的所有话 别在业界再打压他 就这些 就这些 这些我肯定会答应你啊 那个淳于乔在你心里面 真那么重要吗 你到底是不是许长野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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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谁的人都不是 嫌疑 烟雾弹 反奸计用上瘾了吧 恕我直言 二位都是超级企业家 这样一面合作 一面暗地底交际 实在是没有必要 如果不是因为这样的话 也不会这么大一群人将在这儿谈谈吗 你怎么知道我们在较劲呢 我看倒是你们这些高管 制作人在无力取闹 白总 您是靠地产实业起家 许总呢 是专攻金融服务 但是你们在看待 传媒产业的角度 真的非常不同 甚至还有一点跑偏 如果你们继续 按照自己的想法 固执下去 怎么可能会不较劲呢 而且更较劲的还在后边呢 其实 自从你离开星天以后 我是第一个站出来 请你共事的人 我自认为是个薄乐 是你拒绝了我 所以才造成我们东海 后来在传媒产业上 一连串的失误 你是有责任的 其实 在我进入星天以前 甚至是在进入MVE之前 卓老师就曾经邀请我跟他共事 你也拒绝了他 不是拒绝 我跟卓老师 在看待传媒产业的观念一致 甚至可以说得上是同道中人 但是我希望 我有更大更自由的空间 去实践 去探索 你所谓更自由的空间是指什么啊 更加接近普通人的空间 不懂 我真的不懂 白总您真的是个很聪明的人 但是您有没有想过 恒天和东海这两个公司都非常有雄心 恨不得把十四亿中国观众的眼球 全部都聚焦在他们的身上 但是为什么 一个作为粉丝的许天泽会无心插流 任由新惠美这样的艺术家自由创作 反而易军通气 让两大集团竞相追逐呢 还有啊 为什么卓平会启用布小谷这么一个 毫无根基 毫无背景的新人 还能横扫市场 一点都不奇怪 因为卓老师认识我的时候 我也是个学生啊 反正都是春雨晓这个臭小子 自己做也就算了吧 怎么把你都给带坏了 布小谷也不是什么省油的灯 今天这事都是我惹的 不是他 台长 您又来了 总把我当成淳于乔的影子 我可比那大傻瓜坏得那么多多了 我俩现在的事都听我的 布小谷 你以为你想辞职就辞职了 你跟云海的合约还没到期呢 你在公司重大的活动上闹了这一处 行为严重不当 我不但不会放你走 我还要跟你处分 云海集团的制度 我背得清清楚楚 我知道怎么做会有什么样的后果 董事长 您刚转行做企业家 要是也跟白总和许总他们学习 非要把决策层的责任 甩到我们制作人头上 那我有话可说 不是 你什么意思 在你的眼里 我跟老许和老白是一样的 看看今天的抗议就知道 几个集团内部问题严重 根源在于高层的决策有误 他们不肯好好地做文化产业 不是 你这小丫头 怎么现在水平越来越高了 你这是 台长 我现在关心的是 这一切的问题 都不是淳于桥造成的 她现在受到了打压 影响她的直接生涯 这是不公平的 又是不公平 你已经说了一百遍了 你这么个小丫头 怎么那么唠叨啊这是 台长 不是 你先听我说 小谷啊 你现在也算是一个 真正的专业人士 有一件事情我十年前 已经问过淳于桥了 今天我正式 征询一下你的意见 从根本上来讲 你认为怎么做 才是正确的 十年前卓老师曾经问过 我说 你为什么会选择传媒行业 到今天 我终于可以把这个答案 说出来了 这些年我经历了很多 才刚刚想明白 其实在这个世上 有一个善变的东西 但又是亘古不变的 那就是人心 一个有情感的人 会被什么温暖 会被什么感动 会被什么激励 从来都没有变过 其实现在有很多商人 都会认为 真金白银才可靠 钢金水泥才牢固 但是我想说的是 一千年前的诗歌 到今天还在感动世人 可是一千年前的 高楼大厦在哪儿 曾经的富商巨股 又在哪儿呢 十年前 您问过淳于乔一个问题 十年后您也问过我 现在这个问题有了答案 选择作为一名传媒人 正是因为我们相信 人不只是为了物质而活 相反 人类创造的一切物质 都是为了情 为了心而存在的 当年我凭着直觉 在我什么都不明白的时候 做出了选择 我选择了相信人心 我相信 我自己亲手创造出来了理想 只要能跟人产生共鸣 就能够在人心里流传下去 不管它是在羊皮纸上 还是在互联网里 你就这么自信了 你就这么自信了 因为我选择了相信 我也吃尽了人心善变的苦 像绝情的恋人 背叛的朋友 但最令我恐惧的 还是喜心厌旧的观众 所以啊 我从不把投资 放在这些不稳定的因素里 我以为你 稳定带来安全 但 探索才带来梦想 你是专家 的确是专家 谢谢 离开学校前 我完全没有做好思想准备 原来这个所谓的职场 这么地热闹 这个国家 每天都变得更繁华 这个世界 每天都变得更复杂 所以能记得初心 变得更难 但是我的淳于乔 它没有变 你的淳于乔 我的淳于乔没有变 布小谷更不会变 这是我们的本性 而我认为 在任何环境 任何职场 任何人群中 能够认清真正自我的人 才是强者 今天 我代表云海广电传媒集团 与东海大文艺事业群 恒天文化互语 再次公布 我们三方 未来三年的重点合作项目 惠美真灵厅系列文化产品 我们三大集团 奔着尊重专业 观众至上的宗旨合作 惠美真灵厅系列的总体运营 由优秀的专业人才组成的 项目运营委员会全权负责 集团将只是本项目的投资方 和监督者 我们将充分发挥人才的力量 下面 我将介绍我们的委员会成员 和大家见面 加入优秀 老板 大 fic 你怎么刚刚的 有没有 你怎么会有 有没有 有没有 好 谢谢你们过来 房长啊 行 下次再见 拜拜 小五 干嘛呢 看见我们家世纪帅男了吗 真恶心 还世纪帅男 那一溜烟都不见了 躲记者旁边吐得多快 不是吧 又来啊 他又失踪了 是不是历史又重演了 你怎么一点都不着急啊 我着什么急啊 我一点都不着急 小姑您好 我妈还有几个问题 想问您一下 好 那我们在这儿吧 好的 那这个政令人 你们是打算怎么自作 这政令人其实是我们的一个核心业务 从开始到结束我们都投入了大量的人力和资金 所以当然了也花了不少钱 吃饭了呗 我回两个邮件了 我能提到一个人 你能提到一个人 你能提到一个人 那我们不客气 你能提到一个人 你也不客气 找我 那有什么可着急的吗 哎 你现在心可真大啊 你这一旦把人弄到熟 你就不在乎了是吧 热恋气都过了 别做啊 喂 來吧 我走了 天都黑了 没什么急事 明天再去吧 你怎么又回来了 是忘了拿什么东西了吗 我帮你拿去 这我家 这不以为是我家吗 不带你这样的 我一走你就吃 你真的要美育一下 你真的很好吃啊 真的 你在厨艺这方面 提高得很快 大气晚成了 可为是 你虽然完成了 那么好吃 白星星跟我说 我这个人对自己 什么都很有自信 没独你 会让我没有自信 我就想知道有一天 我会不会克服这一点 找回以前那个 有自信的我 所以呢 所以我越是害怕 我就越要朝着我 害怕那个方向奔 但静说我怕 都值得 静涛害浪也会 因为拥有你 是让我觉得 最有自信的事 真的吗 假的 假的 我也信 今天晚上不走了 不是有急事吗 我明天出去 我刚刚出去就是 想看看天黑没黑 可以了 我的事实算难了 你记着 以后出门 要换鞋 我对你 很好吃 好吃 你给我给我吃这个 好 各位领导 各位来宾 本省重点建设开发项目 绿色文化产业园区 今天我们在这里开工电机 接下来有请云海广电 传媒董事长卓平 东海集团总裁白成展先生 恒天集团总裁许长叶先生 剪彩电机 来 去吧 主发 来去 好 你飞下来了 好 这后边就完全是 我们替你去看看 如何去合作 是吧 董事长 今天是我和云海 合约到期的日子 我知道了 你的主意还是没改变 我还想再去找一找 新的方向 我们东海是个不错的方向 那也叫方向 来 我们恒天吧 天泽现在当家 天天探索新方向 什么意思 当面跑啊 这又不是你教导的 重视人才战略吗 钟老师 三位领导 你们这样 真让我太受宠落惊了 这样我们年轻人 会骄傲的 这是讽刺吧 年轻人的想法 我从来都猜不透 董事长 我把辞职报告 发您邮箱了 我该走了 我们去哪儿 你飞 南极 北欧 澳大利亚 澳大利亚 在我左右车 海平洋小岛 说沙万 这是哪儿 那是一个像童话一样的古城 我在那儿找到个新的灵感 上车 有了一身期待 有梦不待 踏心之前 环动的人海 音乐灯光 喧闹摇摆 命迷长之外 谁又独自醒过来 幕后之后来 我们这个独立制作人联盟呢 是淳于乔先生 率先发起的号召 一呼百应 这是一次新的尝试 紧接着用 很多很有想法的创作者 加入我们 不是 不是 这是我和小谷 一起发起的号召 我们希望探索内容 产出得更自由方式 带给观众更多的享受 关于传播的定义啊 是这样啊 我们家布小谷呢 是比较盛产 豪元壮 要不然让她先说吧 再加上她也是我的领导 我觉得 把自己的人生 和千千万万个人生相连 这就是传播的含义啊 做打破心灵障壁 推动沟通的人 这需要去敞开自己 这就意味着 要永远坦诚 这也是一种慷慨 我说对吗 我都对 我知道 有了一生期待 有了一生期待 对未来的慷慨 想给出我的现在 我当然期待 我爱你这三个字 倒过来